你有打瞌睡嗎 難啊 你不要操頭 你現場坐在國民養那一區 聽侯友宜講話 你一樣會打瞌睡 這個侯友宜在上面投球 總教練通常會在那個 休息室這樣 今天獨家跟各位講 公共電視你的冷氣有問題 造成大家的這一個氧氣不足 缺氧 缺氧 而且因為年齡偏大 孵出來的二氧化蛋通常變多 濃度太高 所以公共電視明天 這一個副總統辯論 冷氣可能要先處理一下 位置的排法出現了問題 為什麼每次拍到他們三個 問問題的時候 一定會拍到國民黨 說害國民黨那五個都不能睡 柯文哲 早上要花二十分鐘脫胎錢 就是說要拖時間就對了 拖時間用咳嗽 如果按照這些雜誌的消化 這些天下雜誌 叫一個FBI來講 他們怎麼測訪的 如果說謊的人有幾個特徵 第一個 講話雄雄大聲 講話講很快 第三個一直清喉嚨咳嗽 可是咧就有一個畫面 真的是讓大家印象深刻 不專心 海警第一排 所有海警第一排就是 你最重量級的貴賓 都坐在那個觀眾鞋的第一排 我們看看 當時是友台的資深主播 正在媒體提問的環節 看到 後面什麼 睡成一排 我們來看看誰睡成一排 這個是侯友宜的二哥 侯明峰 然後再來 國民黨的主席朱立倫 這感覺 如果說是醒著 我是不太信 反正他就是看起來睡得很熟 他應該畫一個眼睛 讓人家看不出來他在睡 戴個墨鏡也可以 然後再來 曾明忠也被大家說在睡覺 然後另外還有 侯伴的國政召集人杜子君 然後好像也在睡覺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曾明忠是趕快跳出來神清 然後說我沒有睡覺了 有啦 你看他眼睛 對 有稍微張開一支 眼睛有睜開 他說他沒有睡覺 是角度的問題 睜開一支 當時是在滑手機的狀態 然後侯二哥也眼睛有睜開 這好像是另外一個畫面 但當時第一時間捕捉的時候 是看起來在睡覺的 但朱立倫這個是 我覺得你很難熬 你真的在睡覺 嘴巴還... 很快用 對 嘴巴還嘟起來這樣 感覺是睡得還滿... 可是他後來還是有 對於侯友儀的表現有評分 對... 這件事情就很懸了 我們就要來拆解 朱立倫睡夢中如何判斷 侯友儀的辯論讚 好 來... 他睡成這樣 網友也真的很壞 網友就說 你幫侯特訓很累 所以在辯論的時候 你就要來睡覺了 有沒有 賴清德 你這個人真的很好 賴清德幫忙緩家 朱立倫也許是有點累 所以就不要再苛責朱立倫了 有沒有 人喔 朱立倫說 侯友儀 表現穩健 又讚 林俊憲貼了這張照片說 他打瞌睡 你在打瞌睡 你是夢到 為什麼要請到宇川 因為王宇川的行程 滿到一個爆炸 他剛剛還在跑行程 然後壓線 進到我們攝影棚 也就是說他其實一天二次腳裡面 花在跑行程的時間非常非常多 你有打瞌睡嗎 難啊 人家睡 你不要操頭 你現場坐在國民獎那一區 聽侯友儀講話 你一樣會打瞌睡 所以不要怪 不要怪國民獎這些人睡覺 我覺得你這樣講不公平 因為不是聽侯友儀講 會打瞌睡 聽柯文哲講 連吳欣營都睡 冒馬帶小孩 講你我可喝太多了 不要怪你 媽媽不要怪你這樣 朱立倫是國民黨的總教練 對 那這個侯友儀在上面投球 總教練通常會在那個休息室這樣 要做一些動作 球場上的總教練 不是要比來比去嗎 對 好了啦 你這樣浪費多少時間 但是我發現那個 朱立倫有在比動作 有嗎 就是說他們整個人 有共同的動作就是說 我友儀說給大家睡 說給大家睡 然後就示範睡了這樣這樣 原來是 就是把這個戲拖完就好了 怎麼這樣 那這幾位 因為這一場要去的時候 這個賴主席的辦公室 也有打電話給我 叫我去啦 結果你沒去啊 我很忙 第二個公共電視要檢討 今天獨家跟各位講 公共電視你的冷氣有問題 太舒服了 造成大家的這一個氧氣不足 缺氧 而且因為年齡偏大 孵出來的二氧化氮通常變多 濃度太高 濃度太高 所以公共電視明天 這一個副總統辯論 冷氣可能要先處理一下 第三個位置的排法出現了問題 因為前面不是五個提問人 包括這個從各位看那個畫面 左邊那三立的阿彌 然後中間是這個進電視 然後旁邊是中國時報 為什麼每次拍到他們三個 問問題的時候 一定會拍到國民黨 說害國民黨那五個都不能睡 對啊 民進黨會不會去 因為那個畫面沒辦法 不會去對著他們 因為五個人嘛 中央社會是對著吳欣宜在拍 吳欣宜那一拍還不是被拍的 是被後面偷拍的 對 因為拍到吳欣宜的時候 後面還有一個人翹腳 第二排左邊第一個 腳翹得很高 那個襪子跟那個肉都露出來 好像有特定人士是在野黨的 對 我的意思是說 參加這一種來賓 其實擠都沒有意義 除非你是幕僚 因為中場休息十分鐘 幫這個老闆整理一下服裝儀容 然後等一下結論的時候 要怎麼攻怎麼守 交戰手折一下 那些人去超用 要不然其他人擠都要 其實也是一種折磨 可是啊 其實啊 據我的瞭解 因為我跑過了好幾次的總統大選 然後事實上在辯論會的時候 通常幕僚們就會安排說 誰去這樣子 然後一定要就是盯著你的那個候選人看 然後適時的給他點頭 加油 鼓勵 鼓勵 對 就是你要回饋給他的候選人 不要講了 沒有人會這樣 是有點頭沒錯啊 但是可能是打瞌睡 談到這個柯文哲在辯論會上面 那時間其實很寶貴 超級寶貴 但他花了一段時間在咳嗽跟哭哭 他就說 因為我人生無法符合爸爸期望 事實上你知道柯文哲昨天喔 一天哭三次 一場一次在辯論會上 一次在 會後記者會 另外一次在台中的造勢 然後都是講一樣的議題 講到 就一講到就哭 這個通關的密語的感覺 來 翊川哥 一日三哭 柯文哲 對啦 柯文哲沒辦法滿足 他爸爸的期待 柯條台大做台大的醫生 做台北市長 這樣還沒辦法滿足他爸爸的期望 爸爸要求很高喔 這樣全台灣 大家爸爸也不知道要怎麼辦 孩子才不會這麼優秀 他祖父親柯美蘭也是醫生 算醫生釋迦 也要鄉鄉轉圖做土地 可能他爸爸覺得奇怪 因為這個醫生釋迦 鄉鄉比生理人 這個柯文哲 早上差不多花二十分錢脫胎錢 就是說拖時間就對了 拖時間用咳嗽 按照這些雜誌的消化 天下雜誌 叫一個FBI來說 他們怎麼測訪的 如果縮訪的人有幾個特徵 第一個 講話鄉鄉大聲 講話講很快 第三就一直清喉嚨咳嗽 你想我們在政論節目 有的節目 說到大聲的 一種不可能的說謊 我都說很大聲 到我無所謂 你有起承轉合 我是會對我們太太說 實在會這樣而已 你差一趴沒什麼 你太太有在看電視嗎 重點是最後一個 他說一直咳嗽 然後青喉嚨都是緊張的跡象 沒錯 緊張 所以這是FBI的說 你們如果去洋教去撤網的時候 切記這筆嚇得事情 柯文哲因為他算 我們過去看他的紀錄 大家說來說去都說白菜 今天陳佩琪說什麼開心農場 破點子到要做開心農場 我有去研究過 因為他這句話 陳佩琪跟說白菜 柯佳的跟陳佩琪跟賣 陳佩琪不說不行 所以我有去研究說 如果破點子到要做什麼開心農場 有 一種叫多肉植物 多肉植物是不是小盆栽 對 那都靠在桌子上 對 價值上不用針下去 類似先人掌的一大堆 所以他的開心農場 是擺很多盆這樣 擺很多人算在賣 那也很開心 所以陳佩琪說的比較真實 就是說他不是要去種產的 他們是要開心的 開心的就用那多肉植物 那有哪算療癒性的 療癒性的 療癒性的 療癒性的不錯啦 佩琪這樣說可以嗎 你不要給我命